一名突然 全磊连三战得分破20 达星少侠田磊 继上一战独拿全场最高33分 昨晚再拿下20分 带领达星在第十季SBL总冠军赛第四战 以81比70击败突然 两队在七战四胜赛之中 打成2比2平手 比赛回到原点 总冠军赛昨天回到台北 昨晚涌进7000多名球迷 总统夫人周美清也来看球 两队前两截命中率欠佳 比赛陷入胶着 上半场结束 达星32比35落后3分 达星第三截起 攻势爆发 除了田磊开火 近薰汉将豪尔 全场也贡献16分13篮板 达星多点齐八 超前比速 第二胜安稳入带 天磊趁回台北空档 剪了头把 对我就是包夹或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外线其实也是有很多空档 当下一场 如果他们还是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应该会更有信心 回员从2比0领先到背板平 总教练也有提醒说 队员的自信心濒临崩盘 首要之物是找回球员自信 动新闻新北报导